每天就会根据当天的内容 决定我要说的话 这是重复的吗? 对 这是重复的吗? 这是重复的 Good morning 我现在在日本东京 这是我们拍摄的第五天了 好累哦 现在时间是大概早上 7点多 要闯闯这些事 我是这次拍摄比莫的小眼用的 OK 吃早餐了 通常出差的时候 为了省时间 我就自己带早餐 白白片 好吃健康 方便也有营养 你看 里面一些黑黑的点 chassis 我自己带了蜂蜜 就是随便装一个小罐子 带一点蜂蜜出来 错误示范啊 铁其实放进蜂蜜里面的话 会破坏掉它里面的成分 好 好 还有呢 然后自己泡咖啡 接下来就是天星文 吃早餐 这不是比去厚他楼下吃东西有效率多了吗 接下来我就要一边喝咖啡 一边呢准备今天的工作 我比较喜欢早上起床做 我有试过半夜熬夜写 写一写 然后第二天早上发现的东西根本就狗屁不通 每天就会根据当天的内容决定我要说的话 那我去拍摄之前我通常会先准备一轮 这样子在现场比较有效率 这个酒店非常的小啦 所以我尽量的要懂得利用空间 那我要赶快化妆 准备出门 很多人问我说呢出外景的时候 有没有化妆师可以帮忙我们做妆法 答案就是呢 没有 全部自己来 不还好啦 因为外景的妆一般上是非常简单很生活化的 所以自己处理一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天气很潮湿闷热 所以你一定要打得很好 那个妆才不会滑 我大概要拍一整天嘛 所以今天我这个妆 现在大概是早上几点 九点多 我这个妆需要耐到差不多今天晚上九点多 十二个小时 我现在是要出汗了 带很多东西 来看看我的行囊吧 衣服 鞋子 包包 为什么要有衣服呢 因为今天我需要跳拍两个场景 因为店家的时间没有办法配合 因为店家的时间没有办法配合 好我到车上了 你看导演在这里 好我到车上了 好我到车上了 你看导演在这里 这一个是三里 我现在在东京车站 刚才已经进行了第一轮的录制 然后我刚才三只热茫龙 我忘记拍幕后的镜头 这个是我们在日本可爱的翻译 告诉大家你是哪里人 而法纳人 法纳人 法纳在哪里 云南 云南在哪里 中国 废话 地球上 你在日本待了多少年了 一年了 他很厉害耶 他跟日本人沟通毫无障碍 我们会笑 比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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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放第一个字就变消 现在是新加坡与台湾人文化交流时间 研究大家的米淡化跟福建化有什么不一样 太好了 我已经很想吃中餐了 看看这个地方 创业明治39年 也是一间老店 一般放饭的情况都是这样子 就是翻译fixer很认真的在看这菜单 我在旁边等 然后摄影师导演的人呢 就会到这去看场地 我们现在很意外是来到这边了之后 看到的是我们其他章节的素材 所以他们在想说 现在搞不好想要剪一点进这个部分 要准备拍摄 这位就是这边餐馆的老板 你好 在这里第四代有华人 你看我们一般如果是在餐馆的拍摄都是这样子 空间都小小的 看一下 在四桌的空间 都是这样小小的 然后通常离锅啊炉啊什么的都很紧 所以里头非常的热 我现在到了另外一个拍摄长期了 这也是一间有百多年历史的老店哦 专门卖选品的 听说很粗迷 我好想吃哦 书櫻的限定 但是因为它的空间很小 所以好像刚才的情况一样 大家就尽量快速的想办法 那现在呢就是其他人在忙着拍食物 然后找角度的时间 通常这个时候可以在旁边休息啊 补补装什么的 但是因为接下来 马上就要开始进行采访 所以我心里头也要稍微过一下 待会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平常我们的一个拍摄行程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一个项目是紧接着的 我们要抓紧时间 尽量的可以在附近的街道上面拍摄 我们所谓的link 就是我从一个项目接到另外一个项目当中这个写接的片段 或者是我必须要录一些我时候的感想 所以其实行程是非常紧凑的 我们要去吃饭吗 今天没有吃饭吗 好了我们现在就出来拍外景了 看四周好热闹哦 在这样子很多人的地方一般上 画面上就会很好看 可是呢 第一收音会比较辛苦 然后第二呢就是 我自己会比较有点压力 因为四周来来去去的人可能很多 所以我一定要尽量能够把握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我该录好的东西录完 而且还不止我们一组摄影队耶 你看看这边还有 这里也有人在拍 这里也有人在拍 这里的人也在拍 我们现在来到今天拍摄的最后一站 我们现在来到今天拍摄的最后一站 要先去拍摄的 你们好多人啊 我们来看一下吃什么吧 我们来看一下吃什么吧 这是一种鸡鸡 它是这么大鸡 鸡鸡鸡 我们先去拍摄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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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哇 我们下班了 耶 哈哈哈哈 北完全没有感觉 现在这个 面无表情 喂 它是一个锤鸡 是一个锤鸡 嗯 Yay 終於回到我自己房間了 而換一件比較輕鬆的上衣 所以今天就算是正式收工啦 每一次出外景的時候 我大概 到了第三第四天吧 我會開始覺得在體力啊 精神方面會有點吃力 一般正常的情況都是五六點起床 那七八點就要出發 一連拍攝可能是 十到十二個鐘頭吧 看情況 如果設計組在拍其他東西的話 我就會快速的處理稿子啦 或者是看一下附近的情況 決定我之後要談話的內容 雖然在體力上不得不說 相當的熬人 可是 我覺得通過這個工作 我所見到的許許多多的人事物 是非常的值得的 好像今天我訪的那位中華料理店的老闆 他就已經是 餐館第四代的傳人了 他的家族從清末年代 就已經移居到這裡 他雖然今天終於有在上海長大 但是事後還是選擇是 回到東京來繼承他的家族事業 我這次拍攝底幕的饗宴 我還見到了一些人 他們大概是家族 身裏面大概六七代的傳人 都是傳了快兩百年的老店 我覺得通過連這些人的談話 我都覺得好像 距離一段很優美 又曾經 也許曾經動蕩的一段歷史 又近了一步 對我自己來講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體會 所以辛苦雖然辛苦 但是是值得的啦 好了 現在呢 我就稍微休息一下 可能待會兒就跟同事們 出去吃個宵夜 這一整趟的旅程 就正式完工啦 大家 我們真的收工了 耶 收工 吃東西 いただきます 你是真的嗎